嘿!就是你 你的化油車友是不是也遇到像我一樣的狀況 油門逛到底喔 它的轉速和時速維持著一柱晴天 始終無法到達另外一邊的六點半 那如果你今天遇到相同問題 這一集你一定要看到完 因為通常可能就是這個東西壞的 那我們馬上來看吧 來我看到這邊就是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它正確的名稱叫做真空火塞法 也就是負壓膜啦 然後你看喔 就這樣小小的一個塑膠膜片的東西 竟然要價多少 450塊呢 好 然後這是我還買的空力還有火星3 順便一起換 那我們就開始換吧 換完要驗車囉 來那我們看到化油器這邊 我前一天已經先把車廂請下來了 那我們先開始拆這個化油器的上蓋 那我們先開始拆這個化油器的上蓋 先把螺絲放旁邊 拆下來啦 把湯滑給拿起來 然後這個就是負壓膜啦 然後這個就是負壓膜啦 還真的破掉了耶 好把它拆起來 這樣拔就拔起來了 然後它裡面有一根這個油針 然後它裡面有一根油針 就這一根油針 我們要把它螺絲拆下來 然後移植到新的負壓膜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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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現在就來拆油針 那我們現在就來拆油針 那你看到喔 那你看到喔 它這個裡面 其實算是一個卡槽的方式 不是螺絲鎖頂的齁 所以咯 我們只要用十字 它這個穩度是十字的 那 我們只要稍微輕輕輕的 這樣編一下 逆時中轉 這樣 轉到這樣 它就可以開了 好 然後油針就倒出來 然後直接放下去 先大概對好 好 然後接著油針 再對準這個孔給放下去 這樣就準了嗎 把這個 螺絲給放上去 欸 喔 好 好了 接著 就是把這個橡皮給立起來 好 讓它 完整的對準這個凹槽 把它壓下去 先把彈簧給放下去 先把彈簧給放下去 蓋子蓋上去 接著就把它鎖緊就好了 這樣就換完了 真的好久沒有看到這台 這台可以達到這麼高的轉速了 就是爽 那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呢 可以幫助到同樣想要留住 經典情懷的你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